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二章二十节 牧羊的人回去了 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是 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 就归荣耀与神 赞美他 在代讲节期间的每一个主日 我们都会点一支蜡烛 这些蜡烛的颜色不大一样 我们今天是代讲节的第三个主日 我们点的是喜乐蜡烛 也叫做牧羊人蜡烛 其他的蜡烛通常是紫色或深蓝色的 而牧羊人蜡烛传统上是粉色的 这是对牧羊人在听见福音时 所经历的喜乐的反应 路加福音说 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人 在夜间看守着群羊 当时有天使向他们显现 这些卑微的牧羊人 对天使的宣告的最初反应是惧怕 舍身处地里想一想 如果我们看见夜空中 有一群天使出现 我们肯定也会害怕 这些天使告诉他们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就是伯利恒 为他们生了救主 救世主耶稣基督 他们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就急忙去找了那个婴孩 就是来拯救这些牧羊人 和整个人类的救主 接着 他们就把这个好消息传开了 满心兴奋地分享这份喜悦 当他们回到平凡的牧羊生活中后 他们也可以继续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可能很羡慕这些牧羊人 他们虽然身份卑微 但是天使却向他们显现 给他们一个机会 亲眼看见耶稣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 他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喜乐 我们虽然不是这些牧羊人 但是我们的信仰经历 和他们也有相似的地方 回想我们刚开始来到教会 接触到基督教的时候 我们心中也有一些不安 我们会问自己 基督教的信仰是真的吗 后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开始越来越多地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心中就开始越来越充满着喜乐 这喜乐并不是因为 我们有什么高贵的身份 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 卑微地降临到世上 是我们可以领受到真正的救恩 是我们在主的道路上 有真正的自由 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也有平安和盼望 愿这代降节的蜡烛提醒我们 不论我们是谁 不论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中 我们都可以像那些牧羊人一样 因着遇见耶稣 每天活出喜乐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以你的恩典 我们可以遇见你 可以成为你的门徒 以你的恩典 我们可以活出喜乐的生活 你就是那喜乐的源泉 求你带领我们 以一颗敬畏的心 在主日来到你的面前 使圣诞的赞美诗歌 打动我们的心 使圣诞的信息 继续鼓励我们 使我们满心喜乐 全身也散发出喜乐之光 也求神帮助我们 超越环境的限制 专心信靠神 靠主喜乐 因为我们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盼望有更多的人 能领受这样的福分 盼望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来经历你所次的喜乐 感谢赞美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愿主赐福福音堂的家门们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